人体的消化作用与养分的吸收 而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有 1.能了解消化作用的定义 2.能了解消化作用主要的作用场所 3.能了解各种消化业的功能 4.能了解消化后养分的吸收与运送 消化作用就是将食物转化成最小的分子 以利人体吸收 大分子的养分有糖类经消化作用后会变成小分子的葡萄糖 蛋白质会变成小分子的氨基酸 脂质经消化作用会变成脂肪酸以及甘油等这样子的小分子 而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甘油 这样的小分子才能提供细胞直接的吸收与利用 我们来比较一下各个大小分子 主要是这三个大分子它具有能量、糖类、蛋白质、脂质 而依照不同的消化液里面有不同的消化酵素 可以将每一个大分子的养分分解成小分子的养分 而我们从这一个构造图再来看一下 今天食物会从消化管从头到尾的经过一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三个主要的地方是消化作用进行的器官 口腔、胃、小肠 特别是小肠前段十二指肠的部分 这当中都搭配着很多的消化线里面所分泌出来的消化液体 而三个地方呢 分别也都有不同的酸碱性 口腔是中性 在胃因为有胃酸 所以呈现的是酸性 酵肠则 酵肠则呈现的是碱性 刚好中性、酸性、碱性 三种环境都有 也可以协助不同消化酵素里面的酶 增强它们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口腔中主要在口腔中分泌的就是唾线 而在胃中会参与消化作用的就是胃线 而在小肠前段是消化作用最旺盛的地方 分别有肝脏、胰脏、肠线 最特别的是可以看到在小肠 肠线是在小肠里面主要的线体 所以这里有两个并没有在消化管中的线体 也就是肝脏跟胰脏 那它们两个所分泌的消化液呢 则是透过导管注入我们要作用的场所 透过导管注入小肠前段的位置 因为这些消化液体呢 都不会经过血液运送 所以我们又称作为外分泌线 这边就特别注意 肝脏跟胰脏 这两个不在消化管上面的消化线 是不是很特别呢 那我们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记它哦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外挂 对,外挂很厉害 所以呢,外挂它跟脂肪消化有关 只有外挂跟脂肪消化有关 这件事情要记得哦 只有肝脏所分泌的胆汁 还有胰脏所分泌的胰液 跟脂肪消化有关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分别看一下 消化线体它的作用范围吧 各种消化线功能各有不同 总共有五种消化线体 而从口中来看 脱线它分泌拓液 可以协助分解淀粉 成为麦芽糖 胃腺它分泌胃液 可以协助分解蛋白质 肠腺分泌肠液 可以分解糖类蛋白质 肝脏分泌胆汁 乳化脂质 它储存在胆囊 胰脏分泌胰液 分解糖类蛋白质以及脂质 所以以上五种消化线体 这边做一个表格的比较 这个表格非常重要哦 记得我们主要有三种 大分子的养分 淀粉也就是糖类蛋白质还有脂质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肝脏跟胰脏是属于外挂 所以呢它可以分解脂质 跟脂质的消化有关系 像这里肝脏它乳化之质是把大分子的油滴 分解成小分子的油滴 但是在这边还是大分子哦 只有在胰脏作用完毕之后 才会变成真正的小分子脂肪酸以及肝油 所以我们最后再来用这个整理 看它整个在消化管中的经过的顺序 消化的顺序 所以首先来到口腔 口腔当中有唾腺 可以将淀粉先初步的分解 接着食物来到胃 有胃腺 可以协助分解蛋白质 接着来到第三个小肠前段 十二指肠的部分 有三个消化液体 第一个肝脏 分泌胆汁 乳化脂质 这个地方还是大分子哦 要一直到胰脏所分泌出来的胰液 它可以把所有都分解成小分子养分 而肠腺协助糖类以及蛋白质的继续的分解 而整个消化作用进行完毕之后 所有的养分都变成了小分子 就会来到小肠的后段 小肠后段有许多凸起的构造 成为绒毛 在绒毛的里面呢 有维血管 还有乳米管 两个系统 绒毛的构造 可以增加吸收表面积 而维血管的网络 它吸收水溶性的养分 也就是葡萄糖 以及氨基酸 接着再透过整个血液循环系统 送到身体各处的细胞 提供细胞利用养分 另外一个是乳米管 它是一个微细小的淋巴管 它所吸收是甘油 以及脂溶性维生素 脂肪酸等等的养分 所以透过乳米管的吸收 会送到全身的淋巴系统 一样送到身体各处的细胞 提供细胞利用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所介绍 消化作用的部分 也就是动物获得的养分的方式 消化以及吸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